仔細來回清潮 因為新北幼兒園群聚再擴大 一名幼兒園老師 原本就傳染給八名幼童 和一位學生家長 但今天再驚爆 又新增兩名幼兒 和三名家長確診 整起群聚事件 已經有十五人染疫 這是疫情以來 史上最嚴重的校園群聚 一口氣擴大匡列上百人 新北深夜宣布提升為強化二級警戒 板橋某副佑停課十四天 某國小全校預防性停課三天 其他三校總共五班 以及三重一所托育中心 一共五所學校四千三百二十七人 預防性停課 醫院及長照安養機構禁止探視 陪病也僅限一人 集會人數立即縮減為 室內五十人 室外一百人 新北市長侯友宜認為 善源群聚快速爆發 傳染力極強 恐怕是Delta病毒入侵 若一旦確定基因定序 新北有可能馬上升回三級 重點是幼兒園老師 到底是被誰感染 新北認為不排除和桃園機師有關 每一個CT值都不太一樣 有了CT值已經高達三十四 有了CT值還二十幾 到底是老師傳染給學生 我們也會懷疑有一些家屬 從境外回來 只要一名學生確診 該班停課十四天 若兩例確診得全校停課十四天 如今新北光預防性停課 就牽連四千多人 已經是史上首見 記者林先生 林佩傑 新北採訪報導 打開 打開